这首既功活活直训 与既荣华梦 要追逐荣华大会的梦想 要既追梦 不要追逐红尘梦 人应该有梦想的追求 但是不要追求虚花甲井 梦幻一场 终究是一场空梦 要追求就追求 永恒究竟解脱 荣华梦 天涯路远山且高 人人困东郊 心怀直行四处奔波牢 城中木骨打交 老师好像在表达一种 度化众生的 奔波牢顿的一种心情 天涯路 走遍天涯海角 山高路远 原人困在东郊里 东郊就是东土 说佛世界里 原佛子困在这里 老师 初天仙佛 很多前仙大德 都是心怀着慈悲的心情 一条光明大道啊 回天之路啊 但是认识了有多少 认识了以后 肯征修实练的又有多少呢 修道多 明理少 教人心教 旧屋 长存 难 托 操 修道的人很多啦 明理的人很少 教老师 教仙佛 教前贤 内心很焦虑啊 因为一生的习气 旧屋 就是这个过去染屋的这些脾气毛病啦 一生的习气业力啦 还存在身上 那怎么样 操生了死 怎么样脱操呢 脱离生子苦海 操生了死呢 早破余知 心训修养 天时已不早 赶快破除愚痴吧 愚痴的这种 明媚无明吧 好好的修行养性啊 天时不早啦 要能够超脱 还是要把罪洗干净啊 敌尽一生的尘埃啊 无在一身心啊 第二段 这一会 安心换斗 翻盘改挂像 这一场 三期末节年 葡渡大收缘的这一场盛会呢 是改天盘换地盘啊 安心换斗 天开苛选 险胜罚弦啊 翻盘改挂像 就是整个一个重整 诸佛菩萨 附下了云头 为此备尽良谋啊 这个 先生菩萨啦 诸佛菩萨 忙碌碌的 为了这一场 三朝普渡的 因缘呢 大事呢 备尽了 苦心 备尽了良谋啊 大家不 亘古未有 功小无德 白官草啊 这是大家多么大的福分啊 亘古未有的一场 奇缘盛会啊 但是呢 还得真修实办啊 积功累得啊 如果功小 如果没有德行 也没有我们这一份啊 只是白官草啊 白羊大戏台 生诞净手牌 你愿修 你愿修 你有一份 你愿修愿犯 啊 真功实善的累积呢 就有 这个功德 啊 最后就有 开花结果 功果了 充天事 充天事 长不离口 提防荣华 脸寒羞啊 要有充天的大志愿 这个不是自己 只是嘴巴讲啊 很多人呢 长不离口 充天大愿啊 大事愿啊 大事象啊 但是呢 有去行吗 光是立个空愿 立愿不了 啊 这个难把相还嘛 所以呢 愿了才能还乡 提防荣华 脸寒羞 啊 将来 随着祖师 再来说 婆 大开荣华大会的时候 荣华大会 听经文法 暗宫定佛 到时候 有针修实办的 功果圆满 那就很光荣了 但是 没有针修实办啊 功效无德啊 到时候 是不是很丢脸啊 眼含羞啊 心意不专 甘舵下流 天恩难领受 遇到了 好好的 紧握这一条天命金线 好好的 心专 一名的 好好的 真修实办啊 否则 也不能够认准 也不能够把握 心意不能够专一 还是东飘西荡 那还是干舵下流啊 这样的天恩师德 我们也领受不了啊 天恩师德能领受 还是只有真修实办的人啊 既供活活资讯 与祭龙华梦 吊祭追梦 天涯如远山皆高 远远昆东桥 心怀思情 四处奔不佛老 乘重无辜大桥 冥冥的 前天大道 曾修失恋有多少 修道多明里小 教人心教旧 长春难脱草 早破余子 心心修阳 天时已不早 天时已不早 这一回 安心欢斗 翻盘盖挂乡 诸佛菩萨 大不消了云头 为此飞尽良谋 大家父 耿故为有功效 无德百观仇 从天时 从天时 藏不离口 地方 龙华连寒秀 心已不转 甘多下流 天涯难领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